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明日专栏 《川普重返白宫之路》又进了一步 尽管官司缠身 前总统川普在新汉布什尔州初选中获胜 为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几成定局 如果他在11月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制拜登总统 这对世界局势尤其是中美谈关系带来新的局面 川普在主张美国第一政治号召下 他主张美国要大力开采石油去还债 他说我们必须退出许多多边国际组织 更无意派兵成为世界警察 并主张对世界所有国家征收至少10%以上之贸易关税 并且要求包括北约日韩增加军费减轻美国之负担 川普之出身和政治主张与拜登相比 可谓是南辕北辙 包括目前战火还在进行的乌克兰及加萨走廊 如果他重返执政可能会有许多大动作 中美台关系也极有可能重大变化 从俄乌战之看来 美国和盟邦是不可能出兵的 这对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 换言之包括川普在内绝不会派兵防卫台湾 今年美国11月份之大选必将是牵动全球局势之大势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